2024是龍年 對於很多的爸爸媽媽來說 都希望生個龍寶寶 所以競爭特別激烈 可是龍年開始 大家在搶什麼 搶的是龍年的紀念幣 這個紀念幣到底有多夯 好 明確在明年 對 在明年 因為2024的農曆年還沒到 所以在接下來 2024要遇到的這個龍年 還不太一樣 這個龍年它是假成龍年 意思就是說它是青龍年 青龍年是60年一遇 而且人家總是講說青龍守財庫 所以在今年當中 大家的個人財產有可能增加 而且有青龍幫你僱著 你的錢比較不容易跑掉 那當然要怎麼增加呢 當然看五七新聞網的觀眾 持續看下去 當然就有機會個人財富增加了 對 那當然所以在今年 這個青龍年 大家當然這個龍的硬幣 就特別搶壽 所以你看 才網購開放三個小時 4.5萬一套 通通賣光光 過去幾年的這種 台銀發行的這種紀念幣 你大概二月都還買得到 對 但是現在三個小時 你就買不到 你就已經買不到 不是說只有台灣 在中國也是 中國央行他們也發行了 龍年的紀念幣紀念紙鈔 包含像是有金幣 有銀幣 有這種雙色的銅合金 然後另外還有這一種紀念鈔等等 那12月15號其實就已經公佈 所以我們有這個東西 那在1月3號開始開放 大家線上來進行這個預購 結果大家想說時間到了 我趕快上去預購 結果APP跑不動 太多人上去搶了 明天你看 大家都在上面看 都在反映上說 神龍見守不見尾 我怎麼APP都打不開 對不對 因為整個當機 因為太多人了 那甚至包含線上你搶不到 你線下在銀行門口 也是大排長龍 大家都是想辦法 想要去購買這個 所以你就知道接下來龍年 當然它還是有這種 華人文化好 這種特殊的一個意義 那在現在除了搶這種龍年的紀念幣之外 中國還在搶什麼 還在搶黃金 為什麼講說還在搶黃金 我們透過這一個 中國他們的央行的黃金儲蓄的變化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之前 包含在2022年來說 它的大概也就是6.5萬的 盎司的這個儲物量而已 但是在今年不斷往上噴 已經突破70 70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包含中央 中國的中央 也不斷在儲這個黃金 那另外不是說只有中央 在民間的部分 尤其是年輕人 特別愛去買黃金 所以你看在浙江的渠州 一條馬路也沒有多長 你看大概200公尺 台灣200公尺最多大概是便利超商 但是你看渠州200公尺 有15家的這種 都是在賣黃金 因為真的大家都去搶 那為什麼這時候大家要買黃金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盛世大家很有錢的時候 大家要買古董 亂世的時候要來買黃金 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都未來沒有一個希望 沒有一個寄託 至少黃金在首 至少比較不怕未來的動盪 但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現在是亂世 其實你看真的中國經濟非常的不好 像是我們之前講到 這個中植系 中植企業不是在講出爆雷 爆雷嗎 但現在中植企業 已經正式的來申請破產了 而且你看它帳上的資金 申請破產剩多少 剩人民幣181萬元 這麼大家的公司 你跟我說它的帳上資產 只有台幣790萬 這比一般的一個什麼 可能中產階級還不如吧 對 所以你就知道說 真的資不抵債 而且它接觸到的債權 總共是2300億人民幣 折合台幣是9890億台幣 你說這怎麼還 那當然因為它是提供一些金融商品 再去轉投資房地產 那當然就是跟股牌一樣 所以有人就講說 這跟中國版的雷曼風暴一樣 那進而我們來看到 其實中國在整個股市的表現上面 你就看得更清楚了 你看我們之前在講上陣指數 這個2900點守不住 現在看起來 今天守版又是沒有守住2900點 那包含在創業版的部分更慘 在今年的年初的部分 還大概有2600 今天收盤收在哪裡 1750.78點 而且也有人去做了 你說這個中國跟美國的股市的對照 明君你看 其實在起頭的部分看起來都還好 但是到5月份 6月份 對 你看最上面的包含那斯達克 包含標普 其實一路往上 但是你看中國上陣跟創業版 就一直在往下 所以你就知道 透過這個你就知道說 中國的經濟狀況真的不好 那民眾沒錢怎麼辦呢 之前我們講的沒錢 很多這種零元購的事情會發生 你看在中國 大陸有零元購 對 你看真的就有中國7年 我就真的沒錢 我就找不到工作 那怎麼辦呢 我就找到超商裡頭 想要什麼東西我直接拿 甚至到進去櫃台裡面 要到櫃台幹嘛 對 當然就是有東西就拿 因為我真的沒錢 但是我還是要有一些東西 所以就想辦法這種零元購 這種亂象 資安的亂象就會越來越多 那除此之外 有人之前說我要去銀行領錢 銀行問說你領錢要幹嘛 你用途要做什麼 不讓人家領 不讓人家領 那他表示銀行沒錢了 但是現在不一樣 有人說我要去銀行 我是要有錢 我要去存10萬元 竟然被銀行問說 你這10萬塊哪裡來的 干他什麼事 對 我錢怎麼來的 我有錢存錢不行嗎 對 那為什麼你要問這麼多 所以有人就講說 領錢要問用途 存起來要問哪一元 你銀行可以改行了 到甄信社好了 對 甄信社 或當調查局好了 那也有網友講說 為什麼會這樣問 就是因為算準了 老百姓沒那麼多錢 現在你一個月工資這麼少 有人找不到過沒那麼多錢 那你多了就是來路不明 所以他也坐實了 現在中國經濟 真的不好的一個狀況 不管是沒錢要去零元購 有錢存錢還要被當賊 真的是很誇張的情況 可是說真的要過年 現在廉價很多 你說手頭再怎麼緊 小確幸出去玩一下總可以吧 可是出去玩 可能還會被當成韭菜哥 對 沒錯 其實在這個 應該講剛過沒多久 距離我們最近大概就是跨年 對 今年101的煙火很漂亮 但是也有很多人 跑到香港去看 維多利亞港的煙火 我曾經去過一次 去那邊跨年 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今年又是號稱說 真的是規模最大 它放了多久 放了12分鐘的煙火 這一次的跨年夜 維多利亞港兩岸 大概40萬人 是圍在那邊來看 這個跨年煙火 看得好精采 那當然香港一定會覺得說 好棒喔 這麼多觀光客來 我們應該可以 大發這種觀光財 一定的 因為大家都來看 你看我泡完年 然後吃個宵夜 睡個覺 隔天就去逛街 對 是不是很合理 很合理 平均 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煙火放完之後 你就看到一群人跟上司一樣 往車站跑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很多這些中國的遊客 我都是搭這種鐵路來到香港 看完煙火 我也不要住 我就直接搭車要回家了 完全不想留在香港消費 對 所以你就知道 沒錢到這個樣子 開始這種乞丐式旅遊 而且香港政府也沒想到說 大家應該看完 因為我會住一個晚上 沒有 它晚上凌晨 也沒有說加開列車什麼之間 大家沒地方去 所以大家就開始露宿街頭 然後甚至跟警察發生衝突等等 你又知道說 現在真的 你不花錢就算了 你還搗亂 你看車站外面擠了多少人 他們都是要準備回去 沒有要在香港消費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中國經濟的狀況不好 可是在這一段時間 其實還是有個地方 真的是人很多 哪裡 哈爾濱 今天我們在講北方特別冷 下大雪 很多南方的人想說 沒看過這麼冷的天氣 想去看看 他們都有雪雕 冰雕 對 沒錯 尤其哈爾濱 現在又有像這一種 這種冰上樂園 很漂亮 很多的造景 你說這種冰的 那種黃宮 城堡之類的 當然很像冰雪奇的那種感覺 而且晚上打燈之後 多麼漂亮 還有摩天輪 所以你看元旦的三天廉價 其實他們創造了 260億台幣的一個觀光收益 算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為什麼能夠賺這麼多 你看包含舉辦一些活動 演唱會 大家可以一起狂歡 也有煙火可以看 但周邊還是有一些 大家可以拍拍照 打打卡 跟朋友炫耀的 包含什麼 相當的推出 可以跟白虎合照 因為這個白虎 你看在民眾遊客的身上 你看多可愛 像一個小狗狗一樣 有點碎眼 心鬆 呆萌呆萌的樣子 還會往你身上蹭 跟他合照要錢嗎 當然多還是要收一點錢 但是問題是 你能夠拍照片 影片 你會覺得說看起來很萌 在新的一年 佛生生的貂皮大衣 對 你就覺得說看起來很可愛 甚至也有什麼 你在路上可以看到什麼 可以看到丹頂賀 這也可以 這不是稀有性動物嗎 對 人家說這丹頂賀 是特別出差到哈爾濱 所以你不用特別跑去找丹頂賀 你來一趟哈爾濱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你還可以跟丹頂賀 來拍拍照 一起遊街 所以你就知道還是滿吸睛的 另外包含在吃的部分 其實也滿特別的 包含他們推出這種凍草莓 因為草莓結凍了 就草莓乾一樣 一顆一塊錢人民幣 稍微偏貴一點 一顆一顆賣 對 但是大家還是覺得說 藏鮮沒吃過 咱們來吃吃看 所以願意花這個錢 但是明俊剛開始就提到 你要去玩 你要特別小心 不要被當韭菜 也是有不良的商人嗎 對 沒錯 因為就有人想說 對啊 我也想去哈爾濱 天氣那麼想去看看 所以他就先在這個淘寶上面 買了一個套裝行程 花了358塊的一個 買了一個套裝行程 結果後來發現去了之後 就跟導遊發生了一些爭執 為什麼要發生爭執 因為這個導遊講說 你雖然花了358塊 你買了這個套裝 但是你後面要自費 你要再買一個1380塊 跟1500塊的一個行程 你如果不買的話 不好意思 你不能上車 你不能上車 你就在旁邊等吧 你沒有花錢 你就不能玩 我不自費就不能上車 繼續走行程那種 對 所以結果全車 就他們這三個人沒有買 可是問題是我當時買的時候 已經問過客服 我還要自費嗎 客服說不用 導遊會介紹你們在自己 決定要不要買就好 結果現在強迫你消費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出去玩遊信 就沒了對不對 另外包含也有人想說 到哈爾濱去玩 所謂的雪圈飄移 感覺像那種 就是一台越野車 後面拖一個大型的 你就坐在上面 就坐在這種游泳圈上面 像滑雪一樣 你在雪地裡面這樣狂 不要享受這種快感 看起來多麼刺激 大家想說 我看網路上有人玩 很好玩 我也要去玩 結果有人這樣說 好 那想玩是不是 來... 我們一人收20塊 我帶你們去玩 結果錢收了之後 這個人就跑了 這麼惡質 結果跑了之後呢 動用警察之外 人找到了 被大家團團圍住 你怎麼說要收 帶我們去玩 收了錢包 我們在那偏僻的地方 就不理我們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雖然20塊 說實在小錢 但你就知道說 這種出遊 也要被當韭菜來割的狀況之下 你就知道現在中國經濟 真的非常非常不好 政界 商界 演藝界 跨界揭秘 重案 選案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盡情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